日前有人因吞咽年性高的食物 食物依附在遲到的内壁 没有立即看医生 却采用自行吹吐的方法 导致胃酸泥流 造成食道溃烂 就是喉咙那个异物感消失 会有稍稍的 就一点点灼伤的感觉 呕吐的时候会引起 食道的一些激烈的收缩 就它当然会引起疼痛之外 会可能引起食道的一些裂伤 尽量不要尝试自己强迫 把它吹吐或是吞下去 因为它可能会伤害更深 甚至可能造成食道的一些破痛 每大冬至 通常有民众因为吃汤圆麻糬等 具有粘稠性的食物而被噎到 我们一般食物进来是从口腔进来 那如果现在你的食物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跑到这个气管的部位的时候 就会产生窒息 当气管不慎被衣物阻塞住时 应该先以用力咳嗽的方式 尝试将衣物咳出 假使呼吸人有困难 再以哈姆尼克法进行急救 申取送医的黄金时间 如果发觉它是衣物梗塞 它还有声音 还会咳嗽的时候 头尽量低 鼓励它咳嗽 这样有时候 靠着咳嗽的力量 会把衣物给咳出来 病人都没有声音 代表已经完全塞住的时候 哈姆尼克急救法 从背后 握住病人的腹部 跟这个 大概横膈膜的位置 然后用往后压 往你的方向压 可以让那个塞住的东西 让它喷出来 在急救的方法中 不论是咳嗽催吐还是哈姆尼克法 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其实只要在吃东西时 保持食道畅通 以免让食物入口 却吞不下去 乐极神悲 中正义报记者 曾银轩 海云峰 嘉义报道